这个血管成像一下子 然后这个黑色的就是你的血管 有的人因为肉眼是完全看不到血管的 那通过这个就能找到血管的位置 血管成像移 血管成像移 你因为这件事情触动了你 刺激到你了 所以你马上拉着小伙伴一块来做这个研发 对对对 那你这个研发过程中有多长时间 从研发到拿证 到上市就七八个月 七八个月 你知道科学家他在做一项 这个一个项目的时候 他甚至要花上一生 十年二十年是很常见的 怎么七八个月就出来了 就是这个门槛不高吗 也不是 就说是作为一个科研人员 实际上我们过去十几年 其实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这种 科研的能力和经验 只不过过去都是光发文章了 光写专利了 实际上很多的技术直接拿过来 很快就能用 这个门槛还是很高的 还是硬科技 那你投放市场以后 第一反响怎么样 投放市场的反响是非常好的 当年就有了几百万的销售 而且就是一下就成为这个市场的 国内的市场占有率第一了 你有分析原因吗 这个事情对你的影响大吗 我分析的原因就是 就是实际上我们科研人员 实际上有积累了大量的这种技术 像我们这些人的技术 都不是中科研最强的 但是我们拿到市场上去一比的时候 发现这就像三体里讲的叫降维攻击 因为现在很多市场 社会上的这些创业公司 大多数是没有技术的 那所以说 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最开始我就是想做一个东西 能够解决我自己女儿打针的问题 但是呢 没想到这个血管成像鱼出来以后 这么受市场的欢迎 因为它不但解决孩子打针问题 它还能解决老人打针 还有胖人 包括在2014年的11月份 咱们国家中国医疗队 抗击埃巴拉病毒的时候 专门带了我们两台血管成像鱼 去给黑人打针 因为黑人的血管也看不见 对 因为他们的皮肤颜色 皮肤是黑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认为这个血管成像鱼 它似乎是有一些幸运在里面 因为这个市场需要 但是不一定 你们的所有的客人员的 他的精的 就是比较了解那个技术 他能够马上有这样好的机会 能够转换到市场 或者他做的这个项目 这个产品 不一定是市场缺的 你说的很对 所以说因为我是这么多年来 一直是在做这个相关的工作 我对这个事还是比较懂的 所以我认为我是 就是科研圈里面最懂投资的 投资圈里面最懂科技的 我既然自己能走出来 那我就应该帮助更多的科研人员走出来 如果他们的判断不正确 我有责任 有理由告诉他们 应该怎么做 才能更好地把它成果转化出来 其实我们科研院所 比如说这样中科院 各个这种大学 这些的科研人员 他们手里有很多的 更多的这种技术 如果把这些技术 都能转化出来为市场所用 为社会所用 那个整个的这个 中国的经济 就不再下滑了 2015年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 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措施 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 并鼓励科技人员 可离港创业三年 这对于像米磊一样的科研人员来说 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因为在78年前 科研人员还被置雇在 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中 产业化近乎无人问津 而在资本的驱动下 投资家们更愿意跑马圈地 谋求上市赚快钱 愿意投资科研成果的 也寥寥无几 那时米磊真切地体会到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是什么滋味 其实事实上 你这个血管成像 已经是成果市场化的 一个很好的案例 对 那我们都知道 在78年前 是没有这么好的环境的 对 那那个时候的环境怎么样 你还记得吗 在78年前的时候 环境所我们刚刚开始做产业化 那个时候整个全中国的 这个科技产业化 实际上环境很不好 几乎没有天使投资 然后呢 有风险投资呢 他是不会投这种 早期的科技成果产业化的 因为一个技术 刚从实验室出来 你也没有成立公司 你谁也没有办法证明 说你这个技术是靠谱的 也会有一些有钱人来所里 这个找项目 比如说有些美老板 矿老板 当然就是特别有钱的人 他们这些人 他们投项目 更多是希望拿一个科技的概念去运作 这种合作之后 还是产生了很多的 目的不纯了 目的不纯 所以最后 凡是跟美老板 矿老板合作的 我们最后发现 这些项目都不成功 就是给项目本身耽误了很多 所以整个的科研体系 对成果产业化这块 是持否定态度的 而且像我们这样 做成果产业化的人 也往往都是 每个科研院所里面的边缘人物 所以说 确实是环境不好 你刚刚说 你在所里这么多年 一直是还比较边缘 然后很多人也不太喜欢你 觉得你不务正业 你当时怎么熬过来的 逆伤 就是阿Q精神 那你的家人呢 就像你的小伙伴 你的同事 你的家人 当时对你支持吗 他们对我 走科研这个道路 他们是比较认可的 他们对我 就是在社会上 这种尝试 他们还是会有些担心 觉得我老是上当受骗 会容易被 怎么说呢 觉得太单纯了 那你用事实告诉他们的 用实力证明了 大多数人还是好的 再说了 就是有些 有时候肯定会遇到一些 挫折和困难 但是我们把它忽略掉就好了 我们只需要关注 那一点点希望的货名 把它越烧越旺就好了 其实刚才说了 你现在身份转换是非常大的 从科研岗位到管理决策层 从这个李克南到这个公司的老板 一把手 但是你依然做成了 怎么做的 既然没有投我们的科技成功产业化 那我们就自己成立一支基金 来投大家 那这样不是更好吗 然后但是呢 从有这个想法到把这个基金做成 也是中间经历了很多的这种困难 首先一个科研院所去搞一支基金 在当时大家都没听过 不理解 对啊 大家觉得你不正业吗 一个科研院所 明明是搞科研的 谁听说一个科研院所去 中科院搞了这支天使基金 你这个天使基金是怎么样想到的呢 我去了一趟硅谷 然后当时对硅谷 仔细地考察了一遍 然后我也想了解国外是怎么做的 因为都说硅谷是全球最创新的地方 而且全球现在有名的这种科技公司 很多都是从硅谷出来的 然后去硅谷考察的时候 我就发现 硅谷的这些科技企业 它有技术需求 它可以第一时间找这种 学校的高校的老师 然后给它提供技术支持 然后这样的话 很多技术就很快 就支撑这些企业起来了 把产学研打通 对 打通了 它形成了一个 我们叫做科技创业的雨林生态 我觉得这个状态 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 斯坦福的学生 我一聊 他们每个人都想创业 我觉得这个 这就是硅谷成功的秘诀 而我们中国的科研院所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所以说我们光景所 就完全可以像斯坦福一样 我们现在也是把企业搬进了研究所 我们现在孵化了很多企业 就在所里的 我们提供的场地里面办公 它让科研人员更有活力了 对 而且是这样的 就过去我们的一些成果 为什么转化难 是因为我们在立项的时候 跟市场完全没有关系的 你完全是为了写文章里的像 所以这个从我出来以后 你肯定是能发文章 但是市场的需求 也是满足不了的 但是因为有企业进驻之后 企业会直接给你带来 市场的真实的需求 量身打造 量身打造 这样的话 它的幅画的这种 就比较精准 感谢观看